Hello 各位老板 全新梅塞则是AMG CLE 在粤港澳大湾区车展期间正式上市了 相对于宝马M4 89.39万元的起售价 往来的AMG CLE的指导价明显要更显得诚意一些 目前AMG CLE仅上市了一个配置车型 售价为71.88万元 如果想看实测的话 可以到粤港澳大湾区车展6月9日结束 根据53的数字序列 后续还有可能会推出性能更猛的63系列 可以期待一下 相对于普通的版本 新车针对了外观和内饰以及动力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升级 在优雅的气质中拥有了暴力的一面 毕竟它可是塞入了一台3.0T直列六感发动机 梅塞则是AMG CLE53采用了经典的AMG的家族式设计风格 标志性的直布式格式让它看上去 就不像是一台普通的奔驰 霸气十足 三重式的大尺寸进气孔配合更多的空气动力学套件 降低风阻的同时也优化了车辆的性能 轮骨也是采用了全新的熏黑式轮骨 还配备了前四活塞卡钱 前后一支板采用了框体设计 并加框了轮具展现出了更运动的视觉效果 尾部采用了双边共四处的排气布局 在配合上小压尾式的咬流板以及两侧的导流槽等设计 外观上是足够运动了 类似方面 梅赛德是AMG CLE53配备了AMG装属的方向盘 同时还有12.3英寸中风屏以及11.9英寸的全液晶仪表 车机系统里也是相应的拥有了更多驾驶相关的AMG装属功能 和普通版不同的是 AMG CLE53中风台它是覆盖了丰富的碳纤维的材质的 再搭配多处的红色风线以及AMG运动座椅提升了整个类似的运动感 动力方面 全新AMG CLE53搭载了3.0T直列六杆发动机 并匹配48伏的轻捆系统 最大功率为330千瓦 449马力 最大扭矩为560牛米 在超增压模式下 48伏电机可在12秒提供超增压模式 使最大扭矩提升至601牛米 传统系统将匹配的是AMG九速的手机底部手枪 性能方面 该车0-100kmh的加速时间仅为4.2秒 电子线速为250kmh 通过选装AMG驱动程序包 最高车速可以提高至270kmh 搭载四驱系统的同时也配备了后轮转向系统 从车身的定位和售价区间来看 AMG CLE53竞争对手不限 但包括于宝马M4和奥迪的S5 虽然加速性能在如今的性能力时代 已经不再昂贵了 但像洋油机械的高性能车型 如今也是越来越少 因为售价相对高昂 因此也注定它将会是少数人的选择 如果是你 AMG CLE53和宝马M4奥迪S5 你会选择哪款呢